診所大門外貼著疫苗施打時程表 兒童專診提供幼兒BNT時段 還用螢光筆畫了起來 肌肉卻傳出有小朋友不但早打 還打到成的劑量 原來這個月23號 家長帶著七歲男童 到診所接種BNT疫苗之後 當天出現了忽冷忽熱 想吐發燒症狀 24號稍微緩解 但25號又胸悶不適 緊急送醫治療 還好狀況穩定 誤打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第一時間其實診所已經有回報給我們 所以我們也有在做掌握 那後續的話 據我們了解是診所在第一時間 其實已經有告訴家長 其實是有誤打的狀況 那後續他醫師也很負責任 然後大概每天就是會 早晚都有關心一下 我們小朋友的狀況 那到目前為止 小朋友的情況其實是OK的 那另外當然我們針對這個事件 我們也有請診所的部分 必須要加強去檢視他的一個 整個預防接種的 就是等於接種的一個流程 因為所以我們也是有請他做一些檢討 希望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我針索我當初一發現之後 馬上就開始追蹤他的狀況 然後還到他家去幫他做一些診療 包括血壓 包括血壓 那全部幫他檢查過 然後隨時來追蹤他 在隔天我就協同我們張元祥 張議員一起前往家裡做探視跟關心 那當下家屬是說小朋友 我們當然有看到小朋友也在家裡 那當天的禮拜一的晚上吃打後是有一點發燒 也燒到大概37度 然後又有想吐啊噁心 其實這基本我們打疫苗的症狀他都有 那在前幾天 當然前幾天 前幾天家屬也有說 小朋友不舒服胸悶 我們也是建議趕快再到長庚去做急診 當然現在沒有事情 我們會持續追蹤跟關心 我們主要是以小朋友的關心為出發點 疫情當下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我們也希望市府在資訊的宣導上 能夠加強 不管是宣導給家長 學校或者是社會大眾 我希望可以再加強宣導跟監督 這件全國第一起兒童打到大人計量事件 還好男同目前都沒有大礙 診所事後積極處理態度 強調不會再發生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